大家看一下我这一棵令箭荷花 这些新芽长得是非常的夸张 还有这些枝条 这边也长了很多的新芽出来 中间这里长了满满一堆 令箭荷花它的生长能力比较强 所以在夏季这段时间 也是它的快速生长期 我们施肥一定要跟得上 由于气温太高 不建议大家使用农加肥 因为用农加肥的话 容易在土壤里面产生高温 所以建议大家使用这种苏酵富和肥就可以了 这种苏酵富和肥 它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非常的全面 一般的三眼富和肥的话 单纯的是淡人甲 但是这款荷兰进口的苏酵富和肥 它里面的营养元素非常的全面 我们只需要一个月给它撒上 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需要多 坚持饱肥禽吃 如果大家把握不好的话 用上这个小勺子 用上一勺 像我这么大一盆定建核花 就可以满足它的生长需要 所以大家要养护另一件核花 一定要给周肥 当然到了秋季 我们不单使用化肥 还要结合给它使用有机肥 不然的话根系长得不够旺盛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给它施肥一定要多元化 不要单一 好了 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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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ss